一張張在民宿留念拍下的照片 都是曾經前往住宿的遊客 寄回給民宿業者 表達在這裡住宿的心情以及感謝 除了照片之外 一旁也張貼了許多捐款的收據 這間在台東市區的民宿 從開業至今 捐款給社福機構的善舉 沒有間斷過 而會這樣持之以恆的付出愛心 全都是在一次的機緣之下 讓他下定決心 要幫助這個社會上需要幫助的人 因為居然在上午的時候 我曾經經過大午上午就進去看 那時候看很多那些修女 年紀蠻大的 他們在照顧那些腦性麻痺 或是殘障的小孩子 就很感動 覺得說怎麼會有那麼多的人 那麼有愛心去照顧那些小孩子 後來他們前來台東以後 因為我大概就每年 每年過年的時候 過年前我去接一點錢給他們 就想說我能做一點點 盡一點點力量我就盡量幫忙 每個月以住房書來計算 一間房間的收入就捐出10元 極少成多 累積下來的金額 其實也相當的可觀 而會將收據張貼起來 也是業者想要響應 前往住宿的遊客 能夠一起發揮愛心 後來我兒子他開了民宿以後 我就建議他說 是不是可以考慮捐給旅行這樣 也很長期的 那他說OK 我們只要有一位客人住這裡 我們就捐10塊錢給他 只要結帳完 有時候兩天結帳 一次我一個月結帳 結帳完他就會去捐出來這樣子 那他把他公布在這裡 當然一個是真心 就是讓客人覺得說 你們真的有捐 那第二個更重要的是 我希望炮磚鱗魚 客人看到以後 他知道說 有這樣的一個單位需要這個錢 那他們可以再回去 他們可以繼續做這個 這才是我們最主要的用意 也許就是這樣的善念 讓業者一家人都能夠擁有相同的目標 也感動了前往住宿的遊客 讓愛繼續傳遞 讓這個社會充滿暖流 東台新聞 鄭慧如 林婉珍 台東市報導